他們在星期四早上 北京的劉昕 中國國際電視台的主播劉昕 跟美國福斯電視網的Trey C. Reagan 他們兩個進行一個主播的辯論 那為什麼會辯論呢 主要是因為他們兩個先前 互相透過電視互相叫囂 就說我們就來辯論吧 那於是他們就定說30號這一天 在這個直播辯論 但是原本認為說是應該直播辯論 但是因為節目形態改變 變成是這個雷根訪問這個劉昕的方式 那因為這個節目大家都在矚目 所以在劉昕準備要上這個 美國福斯電視網的時候 中國官媒還為他加油 就說你要代表我們中國 在好好的修理雷根 那連那個網民也是一樣 大家都很興奮 所以今天早上 這個禮拜四早上 他們兩個的辯論的時候 瀏覽的人次居然高達1.5億次以上 那原本中國中央電視台 要轉播的實況轉播 但是後來因為可能裡面講到很多很 比較辛辣的他不敢弄出來 所以整個轉播是中國大陸的民眾 可以聽到劉昕的講話 但是沒有聽到翠熙雷根講什麼 而且劉昕講到很多很重要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沒有聲音了 但是他們這個辯論無論如何是結束了 但是我覺得是內容可能沒什麼樣 但是大家很熱鬧 但是比較意外的是說劉昕他承認了中國大陸在這一段時間或許有過去或許有票欠的 而且美國智慧財產權的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這個美中貿易戰的一個另外一個戰場 那除了這個戰場之外 當然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華為 那因為華為他最近這個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都停售華為手機了 對前一陣子不只是被停售還說什麼SD卡 就是我們用那個記憶體卡的那種卡片 還有Wi-Fi聯盟什麼藍牙聯盟都全部給他除名 但是最近恢復都已經恢復了為什麼恢復呢 因為這些這個協會原來是說我們一開始也不懂 不知道美國到底是來真的來假的 我們就先斷再說斷了之後趕出他之後後來再查一查 好像跟美國的法律沒有抵觸趕快又給他恢復 但是無論如何對華為的影響是非常大 包括說像這個ARM或是說像Google都已經不供貨給他 那另外一個這個微軟原本有這個在華為的旁邊 有一個他的這個總部 那目前他也說那我要撤離這個地方 原本跟你互相合作的案子就完全結束 不過很有意思喔 華為在這個目前用所有手段都沒辦法阻止這個美國的時候 他現在找了一個幫手 那個幫手就是美國的司法 為什麼他現在在美國要打一個官司 打什麼官司 他透過這個這個他的委任律師在美國提出了一個憲法的解釋的一個案 什麼案子他就說了你川普用法令限制我判我有罪 他說這跟美國的法令是違背的 美國法令有一條就是不能夠用法律的命令來抵態 來替代法院的審判 也就是說你不能為審判 你要法院審判你有罪你才是有罪你不能用法律 他用這條憲法去上訴控告美國政府 所以你看他搞了老半天之後最後還是要靠美國的司法 看能不能夠還他一個公道